裝修顧問,借個雷射水平儀來 裝修嘴,為何這麼大陣仗要借雷射水平儀 沒有,先前訂一些MELODY木門要裝 我打算問你們借個雷射水平儀 就算我不會檢查都可以嚇師傅讓他裝的時候認真一點 裝木門漂亮不漂亮就不是靠客人 不如等我告訴你 裝木門的時候,護主要注意些甚麼 如果想自行檢驗木門安裝得好不好 記住有兩個工具和六個步驟 工具就是你對眼和拉尺 準備好就按照以下六個步驟 第一,關緊門口 用肉眼看看門和門框之間 上下左右夠不夠垂直和水平 第二,用拉尺度一下門和門框之間 空隙會不會多過3mm 第三,開住房間的燈 看看門關閉時有沒有緊貼,有沒有滲光 第四,試試開合一下門 看看有沒有回彈 回彈的話,即是安裝得不好 接著就到看看木門的外觀 因為安裝木門會上螺絲固定門線 你就要看清楚門線的釘孔位 看有沒有撿到油,有沒有填好 最後門框上牆身後 師傅會用膠邊封住門框和牆身的縫位 你可以檢查一下膠邊做得平不平順 是否漂亮 做到以上六個步驟 就可以查到木門安裝得好不好 就是這麼簡單 裝修顧問我問你 我對Melody門是粉紅色的 你覺得應該配白色的隔塵條還是黑色呢 裝修,我在淘寶看這些隔塵條 其實質素很差 你難得買了一對這麼漂亮的木門回來 不是這樣對它吧 我不是在淘寶買,在哪裡買 當然是在你買木門那間公司選擇 不少人為了提升木門質素都會加設配件 所以在訂購木門的時候 就想想有沒有配件想加 因為木門公司通常都有這些配件可以買 畢竟是他們自己出售的木門 買到的配件自然是最合適 還有師傅幫你安裝 還上網看什麼 快去門市直接看 喂,女女 你喜不喜歡到Melody門 嗯,那你喜不喜歡爸爸 裝到木門看起來簡單 但如果新門裝得不好的話 是可以一年內就有機會有下墜的風險 所以我建議大家 除了自己檢驗之外 找回合適的師傅都很重要 當然最好就是找回木門公司安排的師傅裝 他們會屬公司的木門 經驗通常都會多過自己在外面找的師傅 在第二個 再看 這一天 吧 不知道